哈利波特自从小说电影问世后,多年以来在粉丝心中奠定不可动摇的地位。 即使小说已完结多年,后来推出的前传电影怪兽与他们的产地仍然大受欢迎。 但这些还是不够满足广大哈利迷的胃口。 幸好,去年由法国导演独自募资拍摄的短片《钢特家族》,弗蒂摩的学起《The House of Bump》年初终于完成拍摄。 其中饰演主角弗蒂摩的法国新生戴南星马克桑斯也被誉为史上最帅的弗蒂摩王。 粉丝们先一睹为快吧。 由华纳兄弟影业发行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弗蒂摩的形象绝对称不上俊美。 但在这部以《哈利波特》为基础衍生出来的红人电影《钢特家族》,弗蒂摩的学起中, 粉丝将可看到弗蒂摩年轻时遗传自《麻瓜》附近的俊美外貌。 在这部外传电影中,汪姆瑞斗一脚由法国新生戴南星马克桑斯·麦森斯·德内佛贝尔出演。 魅惑的气质相当适合诠释弗蒂摩英语的人格。 据传当时导演Yuris Fasson-Grimo在募资平台上募集剩余的15%制作费时, 不到两天便迅速打标。 其中原因之一便是由于这次饰演佛蒂摩的马克桑斯实在太帅。 出生于1994年的马克桑斯年仅26岁。 身高183公分的他出道前曾经担任过专业模特儿。 2019年获得出演法国LGBT剧集State Friends的机会后迅速走红。 成为风靡欧洲少女和同志的天才男神Kilda。 而私底下的他其实是个邻家大男孩。 闲暇时喜欢旅游,也十分认真经营自己的IG。 经常在上面和粉丝分享生活中的乐趣。 不愧是曾经靠脸蛋与身材吃饭的模特儿。 这身材实在很可以RQ的。 具体电影里有很多精彩的魔法对决镜头。 见识粉丝们也可以了解更多关于佛蒂摩母亲摩柔刚特和父亲老汤姆瑞斗之间的爱恨纠葛。 并看到小汤姆瑞斗从孤儿院进入霍格华兹就读后, 读一步一步变成佛蒂摩王的历程。 目前电影正处于后制阶段。 相信应该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等不及的朋友们可以先看募资版的预告片解解馋Q的。 新版的佛蒂摩实在太帅了啦。 除了故事本身就已经很棒了之外。 不得不说这次的角色也真的挑得很好。 让人更加期待正式上映的那一天Q的。 延伸阅读。 来源网络资料。